100万买这个算不算装B 我觉得这就是 称不上装B 因为它也没有什么B可以装 对 大家在下面留言说 8年的车 什么好拿出来讲的 10年的车 什么买回去修 什么什么 这些我都了解 我都了解 100万上加了进口车 就这个年份啊 我也没办法啊 如果说现在 入手一台14年的凯宴 要不要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呢 你怎么再嘣 欢迎来到鸿达来收车 这是评价车款系列 第十一集 今天介绍这一台 2014年的凯宴财油白金把 里程是11万 小林你有看他留言吗 有 como留言 所以說我每一集的留言我都有看 首先 我沒有惹你們任何人 好啦沒有開玩笑的啦 大家在下面留言說 啊就八年的車什麼好拿出來講的 啊十年的車什麼買回去修什麼什麼 這些我都了解我都了解 啊一百萬上架進口車就這個年份啊 我也沒辦法啊 重點是 今天介紹的這台車子 跟我們以往介紹的有點不太一樣 這一台是修旅的 今天的主題主要是 幫大家回覆各位網友的一些爭議點 就是一百萬買一台凱燕 算不算搭中臉充胖子 算不算裝逼 再來是入手這台車子呢 到底要再多付出一些額外的哪些花費 最後什麼樣的人適合開這樣子的車子 今天介紹這台車子的客群 可能不是那麼的年輕族群 這台車呢是剛有講到 是2014年的3.0渦輪引擎才有的 那它的馬力有245匹 當時候的同級對手應該就是X530D 然後GL1才有的這樣 就是差不多啦 這一台是白金版 那白金版的新車售價是318萬元 為什麼會比較貴 因為它就是多送了你很多配備 大家都知道保時捷什麼都要選嘛 所以有時候呢 你在市場上面看到的保時捷 你就會覺得 他怎麼沒有選這個 他怎麼沒有那個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當時候車主 他有需要什麼他就選什麼 他喜歡什麼他就選什麼 所以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保時捷 可能它的配備會比較 落多少少有一些差異 但是白金版就解決了你這個問題 它送了你很多配備 很多現在選起來 選一選可能要70幾萬 但它只新車多了個30幾萬 幫你用好一個這個set 然後讓你去買這台車子 100萬入手一台凱研到底 會不會有點搭中一點充胖子 我覺得不會 我們之前講到的那幾台車 可能就435啦 CLA 250啦 C180啦 這個都是比較年輕款的車子 那因為現在就是很多 8加9嘛 大家都很喜歡講說 他們就是什麼開C300 加油加300 我覺得這台車的 它的出發點跟這個車有點 跟我們剛剛講到那幾台車 有點不太一樣 如果是你會去買一台舊凱研嗎 就是人家真的女生 女大生在那邊說 老凱研耶 你會去買嗎 這台是舊凱研耶 其實不會338 因為我覺得這種車一看出來 就好像有四五十歲 大概那種年紀的 就是稍微有一點年紀 然後可能有家庭 可能小朋友也已經很大了 然後可能想要入手一台 好一點的歐洲已 yang 進口車 再加上它又是保時捷 濟它去買這台車子的用." 我們先回覆一下 C180那一集好了 就是下面有很多網友留言說什麼 開那種C180 你就跟開BMW 118一樣 出去沒有達到什麼裝逼的效果 覺得你說的非常對 我那時候一開始在介紹的時候 我就說C180比較適合女生開啦 但女生就沒有什麼所謂的裝逼或不裝逼 就是安全帶步跑不快 大概就是這樣 那435的話它就是 因為它是敞篷 所以它稀有 我們才特別拉出來講 如果它是一般435的話 講真的也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該修的就修吧 如果說現在入手一台14年的凱宴 要不要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呢 我自己覺得還好欸 因為說真的保時捷的妥善率 算是前段班的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我不可能跟你講說 喔它就是什麼 14年的13年的它都不用修 不可能沒有不用修的車 喔有日系車 日系車不用修 假的 可是保時捷我自己個人覺得 它這個問題蠻小的 基本上它也沒有什麼通病 那你說會不會漏油 會啦多少一定會漏的啦 什麼車不會漏油 對啊有些耗材的需要 一定是要換的就更換 可是呢因為它是柴油的 所以相對的我覺得它比較省 也比較不怕跑多啦 我覺得柴油車本來就是 都是開長程比較多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是這樣覺得 我們的客人也都是這樣講 講真的9年了 跑11萬等於1年大概跑1萬2 我覺得都還在安全的範圍內 就是及格邊緣 就是沒有多也沒有特別少 再來是維修方面會不會很麻煩 我覺得柴油車 有比汽油車麻煩一點 可是其實不會麻煩太多 再來是它的保養費 如果說小保養的話 也是大概抓個六七千塊 七八千塊 會比雙B再貴一點點 那如果是大保養的話 可能就要到四萬 這樣子講就很矛盾啦 我花100萬去買一台舊凱燕 可是我如果要保養的話 就要花到四萬以上 那到底值不值得 那值不值得就不能問我啦 這就要問你們覺得值不值得啦 因為保時捷它本身 真的是沒有什麼毛病啦 我們賣出去那麼多保時捷 幾乎都 對好像沒有遇過什麼很大的 可能除非你真的買到車王啦 不然大部分我們賣出去的保時捷 基本上回來的很少 都是回來保養比較多啦 那雙B就不用講了嘛 就是這樣 那可能以那個時候來講 你要拿三百多萬 去入手一台這個車子 會有一點心痛 我們不能說它 它一百萬什麼什麼裝B 我們要想它當時候的 它當時候的價值是三百多萬 它現在還有一百多萬 那試問 如果說我再開個兩三年 要賠多少錢 你覺得賠不了多少錢 因為它已經差不多了啦 就是真的就差不多了 就是可能再賠個二三十萬 那我們現在的賣價是一百零五萬 八 我們還有一台白色一一年的凱眼 跟它是同一代的 只是它是一一年的 然後那一台呢 我們就要來講講 它是因為它是汽油的 所以它是三點六的嘛 那三點六的相對就沒有 才有這台這麼的保值 它那一台我們現在開價是 六十九萬八 你看喔 差三年 汽油的現在還要賣七十萬 那你想 如果你這台車再開個三年 到時候再賣 我覺得應該 還有五六十跑不掉 一百萬買這個算不算中B 我覺得這就是稱不上中B 因為它也沒有什麼B可以賺 搞錯了 再來 Mercane跟凱眼好像 就我們就有遇到蠻多B 比較舊的啦 會碰到需要更換引擎腳 那如果更換引擎腳 三隻的話大概在五萬多塊 現在我們帶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觀 欸小林月它的這個外觀 跟現在的這種凱眼的 我覺得車頭沒差 車頭真的沒差很多 可是屁股就不好說了 真的 屁股真的差蠻多的 它呢白金板是有配置給你PDLS的那個 雙散器的智慧頭燈 其實我覺得買白金板相對划算很多 可能這些東西就是保釋街應該要選的東西 但是你如果買空車 然後去選這些東西 選…選上去就七八十萬去了 你選的越多你賠的越多 這是真的 可是白金板它就 你就沒有這種煩惱啊 反正我也沒有要讓你選啦 就是這樣 我就是都給你 那你不想要我也沒辦法 我就是這樣子給你嘛對不對 白金板呢 還有配置了19吋的 什麼什麼Design鋁圈 喔還有這一顆 彩灰 因為大家都知道彩灰要選嘛 然後大部分的人可能不會選 然後會去淘寶買那個 啊假的會掉漆 自己個人覺得輪圈如果沒有彩灰 就繼續靈魂了 車側呢 其實就很平面 沒有什麼好介紹 我自己個人覺得 凱眼那個時候 除了車頭以外 車身沒有什麼流線 再來就是看到 我們期待遺久的屁股 好險它改款了 對 因為它前一代的那個尾燈 真的不太好 就真的很舊世代的東西啦 就是 你光看它的屁股 就會覺得 你會知道它的保時捷 但是你對它可能會沒有什麼 依我們現在的審美來講的話 就會覺得 嗯 就這樣 有年份的車 有一個重點 不論是什麼車 就是它一定要看起來乾乾淨淨 你說有在顧啦 對一定要看起來乾乾淨淨 就差很多 真的是差很多 再來是它有這個 這個小尾翼 然後是銀色的 然後上出的排氣管 現在帶大家到內裝 你知道 欸這一代的上一代 的凱眼內裝怎麼樣嗎 我覺得差蠻多的 我覺得它的改款是有成立的 尤其是中控那邊我覺得差很多 好我們帶大家看一下內裝好了 是白金版的內裝配備 它就有給你跑車計時套件 然後還有頭枕的廠灰 跟14項的電動座椅 還有BOSE音響 所以我覺得 這些東西應該大家 覺得買保時捷應該都要選吧 基本的我覺得基本的 它就直接給你 它也配給你一個看不到的東西 就是那個動力轉向輔助 就是方向盤會比較輕 這一代的凱眼的內裝 我自己個人覺得有一點複雜 它可能想要做得 好像有一種機艙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OK接受 但是就是它的按鍵 有點太密密麻麻 有點太繁瑣了 它的內裝啊 整個摸起來的質感好像 跟BMW差蠻多的 真的差很多 真的是跟BMW差蠻多的 方向盤就是以前的那種 不是多功能式的方向盤 一樣是經典的五環儀表板 這一點就是真的 保時捷就是從一而終 它就是一直做的都是這樣子 柴油車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它比較容易積毯 那這個東西是可以去避免的 反正就是可能加個柴油精啦 然後或者是 你有一些引擎裡面 就是有一些東西 可以要拆開來清一清 柴油車真的就是 很省而且比較有力 對開起來比較有力 開起來比較爽我覺得 保時捷還有一點就是 它的這個螢幕 我覺得做得有點太小了 而且你看車主 它全部都幫你包皮耶 有包皮就知道 顧得很漂亮 沒有蛋蛋我不知道 其實看得出來 它應該平常都自己一個人用比較多 反正我自己覺得 保時捷這個白金版 很有誠意的就是它這一個 對它的頭繩的logo 這個我覺得有夠好看的 凱業已經算是大修旅車了啦 如果它空間再很小的話 那我真的無話可說了 以後座空間來講的話 我覺得很大 再來是它有一個椅背可以調整 因為它可以傾倒嘛 所以它還有兩三段 就是你可以再貼一點 好然後它是黑頂棚 喔對還有一件事情 它有配天窗給你 可是我真的覺得 你要配這樣不如不要配 超小的 就是完全不知道 我們可能現在看那種全景天上 看太多了 你知道人真的是會被寵壞的 保時捷這台凱業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真的算很大一台車 我可能沒辦法駕馭它 它的頭部空間 還有它的心管真的蠻大 就很好做 以現在來講 就是講究一個實用性而已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的 裝逼不裝逼的 後備家中間 你看它是不是真的 把車顧得超好的 但是它拆掉之後就跟新的一樣 因為它就是一直都這樣子 幫你整套包好好的 內裝的部分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現在 我們還是要上路去試駕一下 試駕一下它這個柴油引擎的 對柴油引擎 然後再來是它坐起來會不會很晃 因為我自己個人很討厭開修理車的原因 就是因為很像在開船 因為像GLE就很晃 真的就很晃 所以我們來開開看它會不會很晃 然後我們現在一樣上路試駕 我不得不說 柴油的柴起來真的比較紮實 起步的時候就是扭力真的蠻大的 對 而且就是有你油門給到哪 它動力給到哪 對就是它轉速很低的時候 就是就很有力的 不像一些車殼你左上拉高它才有 畢竟它這種休旅車 其實它坐的話也不會讓人家覺得 過完的時候有點晃的感覺 沒有 就是它連現在我開在路上 我都覺得它沒有很顛簸 沒有很像就是在開船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柴油車有一個缺點 讓我很不喜歡 就是它的味道 對它只要一發動 如果說你是停在車庫裡面 或者是你是停在地下室裡面 然後你可能在車子裡面 有些人不是就是很喜歡回到家的時候 然後坐在車上 坐在車上在那邊聽音樂啊 抽煙啊什麼的 那你如果一下子 我跟你講整個車庫 全部都那個柴油的味道 就是它會有點酸酸的 開過X5開過GLE來講 X5的路就是開在路上的 感受是比較好的 然後再來才是凱焰 我覺得它還是稍微有一點小晃 可是沒有到很晃 那但如果是GLE的話就超晃 就是晃爆 主要是我覺得修旅車就是 舒適嘛 那空間嘛 然後再來是視野很好 那最重要的還是隔音啊 我覺得隔音的部分它做得很不錯 現在入手相對就比較不痛啦 那真的就是適合那種 四五十歲 然後帶著你老婆 偶爾出去游三萬歲 因為它才有了一點力 其實這台車子的車況真的 我覺得不是為了要推銷這台車子 只是我們平常接觸的車子都是 這當然還是新款的比較多啦 今天是因為要拍這影片 不然你講真的我也沒有開過 還不錯 蠻出貨我意料之外 它底盤也沒有什麼怪聲 對它也不會有那種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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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那個KING KING KING的聲音 我覺得也沒有 一來就是怕修啦 再來就是撇開修的時間 我覺得坐在車裡的時間 那個感受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覺得有在庫車 其實你一上車你就會感受到 我們這樣拍影片你會覺得說 我們是為了要推銷它 對其實是啦 但是我們還是要比較客觀的講嘛 很多東西是你沒有去感受 或者是你沒有去接觸 你就會不知道 你跟大家聊一下 那一天我有一個客人 他來看車 因為他們家都開修旅車 他覺得修旅車空間很小 因為他們家是那個GLC跟MACAM 然後我就說 那你要不要坐坐看X3 或者是卡業 然後他就說 X3不是跟GLC坐起來差不多 結果他一坐上去不得了 他就說差很多欸 然後GLC真的有夠小 因為他本來是Cooper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是 你要去接觸他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很多人這樣 就是會亡戀 你知道嗎 亡戀 然後你就是 報紙你可能也看過他本人 或是 你們偶爾可能就是講講電話 對很多時候都是你自己幻想 然後透了一層很棒的一個路徑 對 但是你沒有去看到他本人 或者是沒有奔線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你要的那個人啊 對不對 就跟買車一樣啊 你說很多人 我就說 為什麼你們紅達很多客人 可以不看車就付訂金 那是新款的車子嘛 然後再來是我們有口碑 可是撇開這些 其實大部分人是沒有辦法接受 不看車就付訂金 如果有在找這個車子的朋友 無論你是汽油派還是柴油派 我覺得可以來看看 因為我們還有一台 繼續工商一下 我們還有一台11年的白色鎧燕 現在開價是69萬8 跟這台差不多差了30萬左右 所以你就想 如果你這台車買回去 再開個兩三年 大概還剩多少錢 這些其實 有在做工課的人 大概都知道 如果你是看我的影片 然後你在找這個車子 心裡記得一定要找我買 不然我每次出門都被蚊子叮 很煩耶 好啦 反正今天試駕就大概到這邊 如果你還有這樣子的車子 或者是100萬上下的進口車 就是你有想要賣你的車 一樣私訊我IG好不好 470-30 今天就到這裡 我是傳靈 那我是伴侯 掰掰 掰掰 感謝各位粉絲 我們已經10萬訂閱 再邁向我們下一個里程碑 20萬訂閱不是嗎 各位乾哥 乾爸 乾姊 乾哥 乾弟 好 我們訂閱起來 你們的支持 是我們最大的鼓勵 要買車 要賣車一樣 叫我們宏達國際 小老鼠 HONG DA 還有我們的FB 我們每天晚上 7點到8點半 都會有直播 特價 再特價 每天晚上 3 5日 更新 我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感謝大家 今天就是這樣 訂閱起來 不要記得訂閱和大家分享 掰掰